今天陸委會就算了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那個就創造模糊嘛 不是 那就合乎憲法 對 一中憲 一個人 那現在呢 外交部的發言人 跟你講 直接台獨建國了 實踐他院長的理論 不僅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而且已經在外交部台獨建國了 那就 台灣是言論自由的國家 台灣是個國家 台灣是個地理名詞 是個地區名詞好不好 台灣是個省 對 是 今天被他們動掉的時候 外交部喔 不是其他部喔 外交部的講 台灣就是一個 言論自由的國家 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幹嘛 公開宣佈台獨啊 可以這樣幹 所以溫水煮青蛙 從談中國 兩個中國 變成一邊一國 越來越過分了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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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大學